今次到宮蕭寶主臣的腳步 設定龍會金魚所推出的雞仔冰就存在甘情 這款雞仔冰是用黃金米下去做 跟上其他配料來變化靠味 這麼多人都讓這支真摯使得雞仔冰所欣賞 我們的雞仔冰最主要是用黃金米 黃金米就是因為米跟一般米比較不一樣 就有一些特殊的含量 所以我們才用這支米來做研究 一般我們就吃得到的雞仔冰 當然還有一些口味 這本就是我們利用到比較實質的食材 讓大家吃得到比較舒服 三位電龍會的真正在在推銷米的產品 過去用米做化粧品 加工做餅、倒油、東西種子的產品 做設計的包裝 趁今年黃金米還有CSO香米 黃米半明醬和醬冰量這四款的雞仔 還有一算2,14年 全國農議會在地盤手禮 精品在上 用到我們在地的米做組合和研發新產品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今年 非常好用到我們的半手禮 來製造四種的百大精品 其中一方就是我們的蠔米半明醬 就是我們在地食材 就是我們用在地的米和豆油 然後再製造一個半手禮 四個電龍會 和軍水流消費者專門做了進 他們基盤買一些小小活動 同時將米的外觀和吃法做變化 參加米的米包、米的雞仔冰 都是希望在市場轉換當中 可以讓軍水流消費者卡牡 繼續將米推銷出去 記者的民間參與報道